怀孕后腰疼是男孩,不腰疼说明是女孩,这个说法正确吗? 近期很多孕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,有些孕妈肯定的说,是正常的,说明不了胎儿的性别,那到底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?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孕期孕妈腰疼正常吗? 孕妈腰疼,尤其是在孕早期,孕妈容易以为是怀的男孩,因为现在还不该到了腰疼的时候,胎儿也不大,也不会压迫到孕妈导致腰疼,对于这个问题,其实正确的解释就是,孕妈在怀孕后,身体激素会发生一些变化,可能会有一些妊娠期的正常反应,有可能一些孕妈会有腰疼的感觉。 这是正常的现象,不能说明怀的是男孩,另外,还有些孕妈本身就容易腰疼。 在孕早期和以前一样出现腰疼现象的时候,孕妈错认为,是胎儿性别才会出现的腰疼,孕晚期孕妈腰疼就更好解释了,孕晚期腰疼一般原因,都是因为胎儿过大压迫到孕妈导致。 孕妈在走路或者坐着,站着的时候,都会有腹虫感,这个时候腰不适应不了这种负重,所以孕妈会腰疼。 这个时候,腰疼是正常的生理现象,和胎儿性别没有关系。 另外,孕妈如果在孕早期出现腰疼的现象,孕妈要注意休息,要注意事量走动,不要走太多路让自己太累。 孕早期腰疼是正常现象,孕妈忍受几天就可以过去了。 但是,如果孕妈在孕早期腰疼的时候,犯有筋道出血,或者是肚子疼等一些异常现象,这个时候孕妈就要重视了。 孕妈又腰疼是男孩的想法,看来还是不知道胎儿性别是什么时候决定的。 胎儿性别是在孕妈成功受孕的时候就注定了。 胎儿是男孩是女孩是染色体决定,这点和孕妈的关系反而不大,是由准爸爸来决定。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,什么看孕妈肚子形状,孕妈怀孕后饮食爱好,决定孕妈肚子里是男孩和女孩。 这些说法都是没有科学一句的,孕期腰疼难忍,孕妈可以这样做,孕妈在孕早期腰疼,虽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。 但是有些孕妈也是感觉疼痛难忍,这个时候孕妈可以让老公按摩腰部,这样可以缓解腰疼。 在孕中期,孕晚期孕妈腰疼的时候,需要准爸用热毛筋附在腰部,这样可以通过热量缓解孕妈腰疼。 另外因为孕妈肚子大不能趴着疼,孕妈可以选择坐直,然后让准爸用手按摩脊椎骨,这样可以有效缓解腰痛。 像脊椎周围的肌肉也可以轻力度柔,这样孕妈会舒服很多。 孕妈怀孕后,无论是在孕初期还是孕暖期腰疼,都和胎儿的性别没有关系。 有些孕妈怀孕早期没有腰疼的现象,但是生下来的胎儿一样是男孩。 所以孕妈还是要相信科学,按时做检查,不要相信一些传言和说话,那只能说是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。